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的节目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大戏大戏的过程 所以说这个话叫做大戏大戏的人生 意思是说你古早人也好,你现代人也好 不论你生在这个地方,生在那个地方 都同样 只要是人来到世间 就是这么准致海,就是大戏大戏大戏 整个人类的历史 我不要说一个人 所有人类的历史也是大戏大戏 你说人类的历史怎样大戏大戏 我告诉你,头一尾 你若现代人类的历史来说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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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正的历史 这样怎样有平静 就是一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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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历史就是很多建政 建了大家贴,安全 安全在做什么? 准备一页再建 真正这个人类历史 历史有多难? 历史就是说大家修建 建了要够的人,大家休息 就开始准备说后一次又找一个理由 要換身的武器,继续建 人类历史就是这样 世间人类以来就有战争 古早人,庄生 为了这些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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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些修建 我先看到的,我先看到的,在那些建 再来,可能为了一个水床,他在那些建 可能为了一片的炒子,他在那些建 漫漫漫漫漫漫漫人类的进步 不再是,最终的農業,开始有进步的工业 可以起床,为了什么? 为了那种三宝在建 为了一片的土地在建 建,建,建 再来漫漫漫漫人类的,要跟进步 继续进步的时候 旧出来,为了经济利益 国家国际间,开始前 不过我和联合,我们两个社会联合,来派业 都为了利益,开始来在修建 过去一个民族,后来变成一个国家 有国家后,人类进步 有这个国家的意识,我一国一国,国家和国家之间 有时候我要教你好,我不要教你好,我不要教你好 有时候我教你好,我们来派别人 我不要教你好,我叫别人来派你 这样而已,人类历史还有什么? 人类历史 有人在说,人类历史,你如果派业 就是一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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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色暗默的战争的历史 你一生的中间,一定都会遇到战争 因为人类历史来看,不像人类历史 没有一个人,他可以一生的中间 没有遇到战争 因为就算你的国家没有,其他的国家也有 你说,台湾过去,民国三十八年就是战争了 那是我们爸的时代 我的时代,我就不会遇到战争了 我虽然没有遇到战争,但是在我的四十五岁的国家 都在那里面战争 他就是说,一个人他不可能从他出事 和他死,他都不太听到修正的事情 不可能 有人是比较说,比较辛苦自己亲自做战争 甚至把自己抓去一本时代 把自己抓去做兵,抓去修正 那有人是比较辛苦自己有钱 有些人是自己没有遇到战争 但是也是受战争的威脅和影响 韩国 北韩一直在发展合作武器 虽然没有战,他们也抓在等 你说,重当更不用说 那叫做自由口 折腾的就是非由口 你怎么说 所以中国人类的历史 你要找到一个没有战争的事情 你找到没有 只不过战争的规模 大字,又使得这样而已 差一差而已而已 你看第一次世界台前 第二次世界台前 这是我们现在历史差一点 那过期历史差一点 沒有的,有夠多啦 他可以兩個民族時間為了一個愛情 為了以前帶我們人去幫忙,兩人都在修正 為了愛情都在修正,為了什麼東西都在修正 為了一個政治的立場,不一樣都在修正 為了種族、種族都在修正 為了宗教都在修正 人類的戰爭都不用怕找不到理由啦 隨便找個爛理由就打下去,就打下去了 欲加之罪何患無恥啊 要引起戰爭的人,他親切找一個衣服 那種理由他就要跟你打,戰爭 所以人類的歷史,就是戰爭的歷史 沒有在戰的時候,就是大家都在準備做武器 就是準備,不知道當時要戰 我很疲愛啦 所以你說,中國人類的歷史是什麼?就是大起大落 他們就是戰爭的歷史 第二,人類的歷史,從以前到現在就是破壁的歷史 共同的命運 以前,如果有這個團爭的命運,一次是幾十萬人 幾十萬人,幾百萬人 人類的歷史,就是我們人和社群在修正的歷史 自有人就破壁,自中有人開始 就每一個世代有那個世代的大壁 現在這個世代叫做感情,中一個世代叫做感情 又再上一個世代叫做瘧疾 涼的熱,涼的冷 這樣,瘧疾 又再上一個世代,歐洲以前就叫做黑死病 身體以前,連一個流行感冒都遇到很多人 這就是為什麼當空性所遜,發病的時候 大家說,噢,空性所發病之後 我們中醫不用再受死病的威脅了 因為以前,要沒有醫療程 正在進步,社群的進步之前 以前真的,親親猜猜一個理由倒在死 發病,親猜一個細菌倒在死 水沒乾淨還是死,吃東西是中毒還是死 所以整個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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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病的歷史 人類的歷史就是細菌的歷史 而且變種呢 我們現在說,哇,發病一個新的改良 它就將新的病再造出來 以前都說什麼天花 以前的病,很多人都怕 如果這個病出來而已,就死了 後來我們可以種牛肚 但是現在可以種牛肚 你沒有死在這個病 你還是要死在白的病 還在那邊說什麼心臟病 湯油病,骨灰,骨灰,百百種 人要死起來很快死,你知道嗎 很簡單死 就破一個病,你就死了 你怎麼說 所以整個人類的歷史就是大起大落 你剛才發病一個改良 平常一段時間 新的又出來了 新的又出來了,你又終於賣掉了 現在我們還在研究AIDS 愛滋病 要怎麼研究 研究一個改良 讓這愛滋病的病人 得到醫治 我相信這不是困難的書 一定有辦法 但是你現在愛滋病過了 拿一個什麼病,我們還在等 每一個時代 你就是要找一個新的病出來 就是一定有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這就是人類的歷史 所以親愛的朋友 你如果了解人類的經過的歷史 你就會體會說人類都沒有病情 大起大落,大起大落 沒什麼事就沒什麼事 那如果在破片的時候 流行一般的時候 那幾個團結不起的時候 很恐怖的 SARS 那些一般來的時候 全世界都在面對 那不是一兩個國家而已 大區那個環圍 你去幾天的國家 切合流行的時候 都要切換你發燒 沒有 怕 為什麼這麼怕 歷史跟我們說 歷史跟我們說 人類過期 其實就是在北中的度過 人類在是無病情 第二項 第三項 人類歷史 什麼樣的歷史 人類歷史就是天災的歷史 留好留太多 這也天災 太久沒有留好 這也天災 地當 這也天災 還有 來 留水 這也天災 太過冷 這也天災 太過熱 這也天災 你現在發覺說 人 要平安過一世人 你相信很幸運 很不簡單 這樣 因為這天災 我們不知道 當時要來 你不知道 人生就有一個風險 在那 你永遠 你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 會發生一個天然的災害 可能你一分鐘前 你還跟人家說 有笑 第一項 只要三十秒就好 三十秒 所有人都在奧主 恐怖 大家在衝浪 在渡渡 在渡渡 很好玩 一個海嘯 五分鐘就好 都死了 你怎麼說 你不知道要怎麼做 你不知道要怎麼做 很多人的人生 就是一百一萬 一百一萬 一百一萬 可能突然走 他們家的人 主要的經濟 來源的死命 這個家庭 就全破水 你怎麼說 九二一的地震 對不對 大家記憶猶新 每一百 如果風太來 一定都會出事 我們人類的歷史 就是一個天災的歷史 沒有大堂屁那邊 從古早到現在 沒有的平靜 人類的歷史就是這樣 大氣大路 大氣大路 第四項 人類的歷史 什麼歷史 人類的歷史 就是很多 我們叫做人禍 人為的災難的歷史 偷偷的歷史 過多的開發 以及我們人類 過去的歷史的不足 都造成很多很多傷害 不平靜 天災人禍 戰爭疾病 只有這四項就好了 人類不平靜了 其實還要這麼多 不用再說出的 人家不用再說了 只有這四項 割在等 走到死去 所以整個人類的歷史 這過去 你說它幾千年了好 你如果說 我沒有人家幾千年 我已經走到百萬年了 有人說 人類歷史幾六百年 隨便你講 反正都一樣 都是大氣大路 搖那種很平淡的孫 搖那種很成功的孫 但是搖那種很悲慘的孫 搖那種很痛苦的孫 搖那種五國風修的孫 風調舞孫的孫 搖那種死犯騙壓的時候 這是人類的歷史 所以你若回頭看人類 我們的祖先 一路半山過而已 經過多少艱苦 突破多少困難 三過多少災難 可以外面今天 你就知道 你現在個人有些大氣大路 這算什麼啊 這算什麼啊 都難免 都會有啦 你不能孝順說 我的人生安安靜靜 無法無法 就這樣順順順順 就這樣過去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所以請的朋友 你要接入你的人生這麼多 你不想多糖漿 還要有的事情 他會先給你的生意 好,結果跟這個 回來後我們繼續 好遠遠 歡迎來到三八三卦 忍生 不可能 好遠遠 歡迎來到三八三卦 你先 因為這個下流浪三教大家分享就是 人生真正就是 很多很多的氣氣噗噗 所以你不能接受 你會很辛苦 所以願望在收看這個接我的朋友 你會沉沉的了解 人生的本質 就是從沒有變化 從沒有風險 從沒有氣氣漏漏 這就是人生,你要接受 你不能願望說 我的人生最好都不會失敗 每天都沒有失望 做生理都沒有了解 跟孩子都沒有煩惱 吃四人的東西都沒有拍拼 你不能這樣想 都不會遮到衣瓜 騎車都不會遮到 衣車都不會遮到 沒有這個事情 你做人來洗乾 你就是要接受 你就是做人來洗乾 你必須要接受說 人生有這麼多 有這麼多氣氣漏漏漏 這麼多氣漏漏漏 這麼多氣漏漏漏 它就是 讓你的人生有變化 我們說一個落差 落差 落差 你如果全部都平 不算 這個世間都平 要快樂 這個世間都平 沒有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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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被痠的朋友就難過了 你呢 世間都平就不害 不害我們愛唱水的朋友就難過了 世間要漂亮 就是有光光 多多 沒有光光 沒有光光 有的比較光 有的比較光 那叫做光光 多多 那叫做有層次 人生這些味道 所以什麼叫做美麗的風景 我告訴你很簡單 美麗的風景就是 你眼睛看到的地方 有很高的也有很低的 那叫做美麗的風景 什麼叫做無聊 你眼睛看到的東西 都一片 都平平平 那個叫做無聊 那個叫做無聊 那叫做無聊 所以你我的人生 上台為了讓我們人生 沒有白白走這段 上台就穩穿 你的人生 遇到很多事情 身體裡面有一個人叫做約伯 約伯 這個人 他的人生很順利 怕損很多 財產很多 這些政策 這些事項很順利 自己身體健康 可以加上 婚姻幸福 朋友不要受害 看得很好 但是結果 上台說 給你一點 궁금 我杖半可 上台說 要求他 Ç 被小子 niż 它很少 選擇 朋友在那裡說 persona なんて見 朋友在那裡便戀 東西 這個人最辛亥 就是 生活和你說 見過不一樣 你很痛苦 你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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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你認同 欲別這樣,很辛苦面對著 所以欲別說,我的人生本來很好 本來菜式,現在翻黑白了 我本來人生是很快樂,現在變痛苦了 本來人生是一片的美好 現在變成一片的暖苦苦 相對 court 搞什麼距 我的人生變了ее 你做生里理人來,就是挑戳一下 congr軟一下 好,這世上玩人生 所以欲別基 最感動的人就是 visited this,欲別基 欲別基有一個人叫選欲別 母帥、母帥、母帥、人生都順利 事業成功、大行好 謝謝收看,下台一集說,誰要給你看 對不對?誰要給你看 所以,你必須要接受 你必須要接受說 兄弟為了讓人來世間有什麼體驗 兄弟就是讓我們每一個人人生一定都有起起落落,沒有白路 這點,你如果想清楚的時候 很多困難就要過去了 所以,不用太過頭的煩惱 不用太過頭的掌心 因為人生的本質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因為人類歷史的本質就是這樣,不是只有你我嗎? 這對我們的祖先開始 他們就是在面對他們個人的周固大起大落 他們就是在面對他們那個時候的環境大起大落 他們就是在面對他們那個時候 沒有同一個國家民族這樣大起大落 他們就是面對他們的工作大起大落 他們就是每一個人都在面對他們的同樣地面對他 和他們的大起大落 每一個人都在面對他 他的需要,他的健康都會有大起大落 如果面白了七點了後 你對到你的人生會做到的事情 你就不會覺得很悲慘 你就不會去問一句說 怎麼會這樣? 你就不會去看 如果你當年在看樓山的節目 你就知道我們人生的說一句就是 本來就這樣 不是說怎麼會變這樣 什麼叫做怎麼會變這樣 本來就這樣 誰跟你說保重 保重的人一百歲 沒有呢? 雍重的人有當時 好早就走 你如果看幾年的一邊在戴樓面 真奇怪 有當時 整身區都被 都戴了幾十年 你不要說 有錢的人比較快樂 有 很多有錢的人很痛苦 你如果看非洲 算到要死去的人 沒有東西吃的人 那三百六十五天 都吃煩惠 煩惠煩惠做盲 都吃這米而已 泰國的山上 比較吃 或是都吃高麗菜 高麗菜 這個時間有很多人 他不是每一頓都叫做三菜一湯 他只有一個菜而已 一年到最後都吃那個菜而已 他也是過一隻 小朋友 人生看得開了 看得開了 大喜床 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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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改變 所以你不要說我兒子 我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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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在這裡為止 你還想不開我外婆大了 我已經很棒了 我最大的力量給你解釋了 想想想你怎麼開了 面對一個起扶的人生 後一集繼續收看 老三的節目 謝謝 不說不會鬆開 一樣一個運動 一樣一個大家在玩的東西 但是那個背後 他其實會表達出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性 表達出不同的價格觀 今天想要討論什麼 討論什麼 研究 講究都可以 我們來討論 美國 日本 台灣 其實都有不同的文化 在這個過程中間 會表達出來 邀請的貴賓是我們 非常出名的鄭文誠 鄭老師 請大家請安 大家好 鄭老師你看 你幾年來做這個工作 是不是真的 他會差很多 同樣其實也一律二律三律本律 但是這個建設的運用 在玩這個遊戲的這個心態 大家想法 那是很不一樣的是不是 對 我覺得就是 本身可能 一個民族性 當然你有那個條件 沒有 我剛才怕很多風浪 這是第一個條件 你沒有那個條件 你另外就是一個民族性 我覺得 我們大體來說 我們是日本的野球和美國野球 因為我們比較沉襲 比較偏日本 美國人其實是 你看他們在玩這個運動 對 我們先排除說 你生活的條件 對 我覺得 他是 其實是 比較鼓勵 就是正面思考 就是說 我們現在一個客戶 還沒發生的時候 可能是說 我們所有農藥都 一定有人 他們是感覺說 我現在打一支 就兩分了 喔 我們現在 日本的野球是說 我打一支 雙三要怎樣 對 所以我們後面的人 都比較負面思考 就是說 他先把他成敗 成功 萬一 失敗 對 美國人是想說 我一定會得到分 是 所以另外就是 日本人比較想說 這個問題包括他們所謂的灰色 他們比較團體戰 什麼事 他都計劃說 我是不是要對 那個球隊 對這個團隊有貫 整個團隊有共現 對 他不會生氣輸口 他救人的基隆什麼 感覺犧牲 其實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他的所謂的慢路 就是觸及很多 對 美國他 除非說很後面 他也衡量很多的因素 他也想說 這個時候我們比較保守 通常 比較頭情的時候 他們是覺得說 打得比較好 就讓你發揮這樣 對 另外就是關上 就是說 這個比賽會好看 沒有好看 因為我以前去看 韓國亞球 韓國應該是 我們亞洲裡面比較敵俗 韓國其實是鼓勵他們打 鼓勵他們走 所以如果說 一個球隊裡面 一開始就在處境 在那樣上去 韓國人是不太想看 他覺得很想看 我來看國中就好了 買票看他 所以他就覺得 你一定要有一個技術 可以把球打出去 唱得多 你一定要打很多人 比賽比較好看 我覺得韓國人這樣 其實比較有力 台灣人 基本上 高齡人 可能比賽都壓力 基本上 一場 可能打一百場 但是他感覺 每一場 他都想要贏 那是不可能的 是 三場 你可以贏兩場 其實很好 美國人也是這個觀念 因為他說 一年他打一百六十二場 他感覺 我只要 我只要 五場以上的勝利 我一年 我可以贏八十場以上 我應該算很好的球隊 很好的教練 了解 所以他的 他的生活不一樣 所以他不覺得 我每場都想贏 所以有時候 他就會幫我三場打 嗯 幫我三場打 我感覺 你如果說 即便是說 雙三 來講 他也接受 對啊 雙三 你定義就是說 你也提供一個 比較笑的 提供一個對方 欣賞的機會 你也看對方 雙三的表演 其實他的生活跟 不是只看見 你也可以欣賞 風修 對對對 因為他對那個 輸贏當然也一定是價格 做球 沒有人說對輸贏 沒有價格 但是你 中間你如果說比賽好看 他就覺得他可以接受 我們台灣是覺得 你輸的難看 贏的難看沒關係 只要贏就好 所以我們 無論如何輸贏第一 對對對 但是他除了輸贏以外 他還會考慮說 比賽過程的政策 對對對 他會考慮說 比賽過程 整個觀眾 大家想要看的東西 我不是想要看你處理 你以為我現在輪到第四方 對不對 很強 現在有你處理 可能觀眾 他會覺得他沒辦法接受這種結果 對 所以以前 不是以前 現在還在做中日的監督 肉合博 他以前很喜歡 還打電王 對 只要說這種的選手 應該他帶的感覺是很好講的 對 但是他監督的第一檔 他就說 我的手下沒有不會觸及的人 意思是說四方也是要抓 所以這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這幾年 包括同學的李文森總教練 就是說 他比較有美食的觀念 就是說 基本上我就是可以打 我就非常打 其實這樣比賽比較好看 啊 所以這跟教練當然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教練在進行戰術 對對對 所以教練的想法 偏多一國 他所導來的球隊 那個style 自然就是不一樣了 對 還有你自己的條件 當然你說 不是說大家都在打 對 你說你什麼樣的導師 如果導師好 你可能比較保守就沒關係 以我們看比賽好看的程度來說 當然也不要說 我覺得一段比賽 你如果有人贏你 你就想說 後來要創作我們台灣都知道 對 這比賽就不好看了 了解 變成一切都已經在我們的講學中了 我們要看一個表演 我們要看一個演奏 就是說 有一些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像說什麼 你如果說總冠軍打到十七球 十八球 大家是怎麼好看 就是說 我不知道再來怎麼做 都讓你知道去 誰不看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 幫救 他背後 這個時刻 實在是 不說真的你不知道 謝謝大家的收看 敬家感謝陳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